湖北京县中国第一步复南市 全身赤红 口汗欲饮 手持阎王告地书 把在场的所有考古专家吓得不轻 南茂木的主人是谁呢 他为何能够历经2140年 而肉身不腐的 那封给阎王爷的信又是何种用意呢 还是说他的肉身不腐 冥冥中自有天意呢 1975年 我国解放军2460部队7中队 在湖北省凤凰山附近 修建雷达镇的过程中 意外在这片土地之下 挖到了一座古墓 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荆州就已经成为了楚国的重要都城 但是专家们对这一发现 还是十分惊喜 看来乡中这块风水宝地的人 不止我们的解放军 事实上中国各地有很多的凤凰山 而凤凰山附近 也是考古专家们口中的风水宝地 因为从这些地方挖出的古墓最多 不管是湖北荆州 湖南衡阳 还是江苏桶山 成都郊区 在这些已发掘的古墓当中 相信大家了解的更多的则是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千年不服女师 心追妇人 而事实上 我国考古界中保存最完好 年代最久远的故事 非湖北省凤凰山出土的男师 碎先生莫属 当将发现古墓的事情 上报给当地的文物局后 经过大批考古专家的勘察 惊人地发现 这片土地之下共有180多座古墓 对凤凰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后 专家发现 这批墓葬群时间跨度非常大 秦汉到西汉时期的都有 其中编号为M168的古墓最为特别 这座古墓的夯土格外的结实 最上层为五层土 中间为较粗的清高泥 锅盖板上则是比较细腻的清高泥 夯层内还有不少生纹板瓦和铜瓦片 以及桃豆 罐 鱼 胡 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桃片 紧接着专家们一挖 就发现了更不对劲的地方 这座古墓的许多东西 虽然经过了2000多年 但是在清高泥中 还挖出了许多鲜绿的竹叶草叶 以及杏荷 核桃等 刚出土石仍旧艳如新 只是很快就变得枯萎发黑了 值得庆幸的是 专家在挖掘过程中 并没有发现 被盗墓贼光顾的任何痕迹 埋头苦挖了两个多月 一座长方形的大墓 终于露出了全貌 千年不服男师手中 紧握一封写给阎王的信 内容被翻译出来后 令所有考古专家大吃一几 那么这封阎王告地书上 究竟写了什么呢 墓主人身上又带有什么诅咒或是天机呢 考古专家发现 这座大墓为保存完好的一谷二关结构 主要分为墓坑 墓道和墓室三部分 关内有内外两重 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关套关 用厚木板搭成的墓果 置于墓室底部正中 锅顶平铺着八重 宛若时空穿越般的尾袭 出土石 侧置的内外关均有进水 墓主碎身上 杨身直直泡于关夜中 他的尸体长1.68米 体重52.5公斤 出土石与刚死石差不多 全身呈现出诡异的红色 皮肤 肌肉等软组织均有弹性 是AB血型的汉族人 32颗甲齿 齐全其牢固 脑壳完整 脑膜血管清晰 不仅四只大小关节能够自如活动 而且内脏器官也保存得十分完整 主要放置在头箱 边箱和关内头箱中 之所以这句老年男尸被亲切地称为碎先生 是因为他口中含的那颗玉印上刻着一个碎字 根据随葬品推测 碎先生生前是一名约60岁的小官 发掘到这个程度之后 这就说明这座古墓的防腐效果 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想象 那么碎先生的尸体为何是红色的呢 又为何经历2000多年肉身不服呢 专家们随后又将那抹诡异的红色液体进行了取养 化验结果显示 墓中不明液体的成分含有大量的骨 即咱们俗称的水银 难道说2000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发现了水银具有防腐的奇效了吗 其实不然 当时的古人还不明白水银究竟是什么 之所以墓主人的遗体能够历经2000多年依旧不服 是因为当时的古人对猪杀非常了解 而猪杀的主要成分就包括硫化骨 与关中的积水发生反应之后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因此可能是为穗先生处理后事的人 在他的遗体上涂满了大量朱砂的缘故 给阎王爷写介绍信 湖北出土的西汉不服男师是什么来头呢 告地书是一种死者向地府官吏 报道用的屏障 也是为死者办理从阳间迁徙到阴间的事宜的文书 人们认为到了另一个世界 需要通知一下地下世界的主人 为西汉时期常见的丧葬习俗 简单来说就是给阎王的介绍信 一般会记录墓主人的基本情况 在西汉时期 人们用来记录文字的载体 主要还是竹简墓读 在科学 历史 文化方面就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凤凰山汉墓中 这封写在竹读上的信 即便被积水浸泡了上千年 竹读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 原文如下唆事 十三年五月更晨 江陵城赶告地下城 承阳五福岁 自言与大奴梁等二十八人 能令利以干为官 敢告主 而其中的主则指的就是 地府的官员 阎王爷 信中的意思是 江陵城在十三年五月更晨 告诉阎王爷 这位叫穗的人去世之后 会带着二十八个男币 十八个女币 牛车一辆 马车四匹 母马两匹 以及平常可以骑的马四匹 到阴间报道 希望地府官吏 能帮他向阎王请示 让阎王在地下的时候 可以给予他在世时同样的官职 同时也希望不要让穗先生受太多苦 中国有句话叫 临死去 只落得截然一身 父因私 识问子孙安在 到头来徒留千古骂名 来地府方知 万事皆休 古人的思想观念中认为 人的绕体会随着时间流逝死去 但是灵魂 会随着死亡 以及另外一种方式的重生 这份主简 就像是一份介绍信 穗先生希望自己死后 将自己所有的财富 全部带到地下的另一个世界中 希望自己死后 还能享用这些财富 而死后的世界 谁也不知道怎么样 为了更好的 在陌生世界立足 这个叫穗的五大夫居时后 便带着大量财宝 希望阴间能够接纳他 这封信是人类 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也是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希望能够得到善诞 虽然我们身为 21世纪的唯物主义者 不信这些 但是对神秘和对黑暗的恐惧 却是穿越时空的连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